入脸师 抬手之间 当然了 前提还是要先看一眼 先调香尸放了瓶香水 然后就没有然后的 神仙都难救 我是建议直接卖掉的 不过队友们 你们自己考虑考虑 红蝶传错了 这次也没动静 傭兵直接弹过去救人了 这 那红蝶传哪去了 喂 你不守就算了还传错了 是不是有点过分 哦 还跑过来找我 那你这不是自己找罪手吗 先把这个板子放了 来 你敢飞我就敢翻 大不了就是个震慑了 可大蛋饭 风险越高 收益越大 然后呢 就是愉快的绕圈圈了 大部分的红蝶刀都喜欢过板刀 所以还是不跟他博弈短板了 一个范畅直接往前跑 不再翻 还在这里丢蝶 先把他骗过来 飞就对了 我就不跟你博弈板去 我看你怎么打我过板刀 哎呦 这一道就没什么办法了 不过这边就是雷若快乐点 直接绕圈圈就完了 用命和技术电机起了 我这边还有一台遗产机 基本上够了 调香师是选择重修的一台 也行吧 反正这个时间是够的 前面还有个大豆 要是能过去那就闻了 看我扔防部 没办法 只能继续往回跑了 哎呦 这红蝶有点着急啊 打得我来了 小猴子你不叫武德呀 完了被套路了 傭兵帽扛了一刀 反正电机也没好嘛 对吧 这几块板子谁放的呀 我连博弈的空间都没有 那行吧 只要我半血被震射 对我就不知道我被震射 虽然电机压好了 先用命还有被动 开了也没啥收益 而且反胜吧 一会儿再溜一下 电机已经压好 就不用着急了嘛 对吧 对对对 那个死的人头啊 这电机也能开的吗 好歹让我反胜玩呀 大哥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 路径浪费了15秒的魔命 还让红街更加靠近观察 小猴子你不再这么玩的呀 以前发信号死不开 现在没人让你开 火鸡火了的开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摆明的就是要拿我祭天的节奏呀 我再也不要祭天啦